你这个面试台要嘛 你就在桥头 你在这边 就被树遮住 对啊 你看看 这台又回归了 开过去的话 这边的树被遮住 又回归立下了 才站在路口每一回儿 马上就有民众 向新北市议员陈宜君陈勤 这个汽车禁止进入的标志 实在太不明显 引起了民怨 议员陈宜君接获民众反应 之后前往了新店立行路 七项与十四项口勘查 发现这个交通标志的设立 真的大有问题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表示 根据新北市交通局韩文 指出中华路83项道 例行路七项之间 为地区型生活项道 加上路幅不宽 所以将这段例行路 往环和快速道路的路段 改为汽车单行 不过驾驶人 因为从北新路转进立行路时 并不知道后段禁止进入 再加上标志就设在转弯处 而且被路数挡住 导致许多车辆 还是开进了这条路段 其实在北新路 就应该设置 这样的一个预告牌面 那当然现在交通局的配套不足 我们会去反应 那未来如果这个所有的配套出来了 包括预告排面或是标志标线 都已经好了之后 那请我们的警察局 这边做好这边的宣导 对于标志引起的争议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会紧速调整 在4月底前会进行宣导和劝导方式 让用路人有足够的适应期 也会增设预告标志来加强提醒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